哈囉 各位 我是光額子 駕槍這個詞 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簡單來說就是守住一個點位 或者一扇門 不要讓敵人直接進來嘛 比較常發生的就是防守方 你先駕住一個點位 多少都有些微優勢 但很多人每到一些場合 常常駕槍駕好 還是無法反應過來 真的是反應慢嗎 其實不見得 跟你的站位和準心擺放有幾大關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小鈴鐺按讚 分享給你對於駕槍不熟悉的朋友們 駕槍這個點其實很有學問 最常聽到的就是會說 準心不要太貼牆壁 盡量把準心控出一個距離來 但問題是這個距離要怎麼抓 首先四角的差 光這個點其實就可以聊得很細 但這不是我的風格 簡單話你就記四個字 近大遠小 來喔 現在我們前面有10強 你把角色往10強靠 離10強越近 螢幕裡的10強就會佔比較大的一個區塊 這樣子你能看到的其他角度就會比較少 反之你離10強越遠 能看到的角度就越廣 OK 模擬一下 先確定交戰的障礙物是前面的10強 假設我們現在是離10強比較遠 敵人離牆壁較近 準備走出來了 我們可以先看到敵人的手臂 而在這個角度敵人是看不到我們的 這就是所謂的四角差 把這個概念再換個想法 為什麼你今天不會蹲在這個位置架槍 因為你知道會被先看到嗎? 其實就是同樣道理 如果你打過一陣子的FPS 像是最經典的CS也都會有這種情況 沒辦法 敵人身射擊總是有這門學問 那照乖哥這樣說 四角優勢那方不就無人眼影 勝率會高一些但也有解法 有些敵人可能就會直接拉個大聲位探點 突破你的架槍 如何探點這塊我會把它整理到下部影片? 我想概念大家應該都懂了 視野差就是這麼簡單 再來得思考 你的架槍是直角還是斜角 啊我不是一個數學家 所以我不想畫圖 直接公布解答 盡量讓自己保持斜角架槍會更好 因為靠近直角架槍的話 敵人移動速度會感覺比較快 很難反應 準心也必須更往外面擺一點 太難抓了 相反的 架槍角度斜一點 敵人移動速度會感覺比較慢 準心可以稍微的往裡面一點 往障礙無靠 畢竟沒有更多時間反應 講到這裡跟剛剛同樣的問題 鞋架不就穩定了嗎? 不見得另一方玩家就會牽扯到 為什麼大家都用ADAD左右探點 就是要把速度拉到最滿 讓鞋架優勢降低 同樣會在下部探的影片好好聊一下 恭喜怪寶們 架槍的基本觀念就是這些 最後真的是最後了 單純聊聊你架槍站的位置 你們應該都聽說過預設位吧 或者我們說常規位 也就是你玩了特戰一段時間 地圖就是長那樣 大概都知道人會站哪裡 可能我尖尖手雙塔Bman 我知道敵人高機率會站在對面 或者我在拉面墊 敵人高機率會站在神防架槍 這樣子的話就算你架槍再怎麼優勢 敵人可以事先把準心放在你的預設位 探出去後就給你一發 跟之前影片講到的一樣 配合身體同步率 準心不用動 身體出去按下開槍就好 所以建議各位 除了視角差 架槍角度 同時也不要太佔一些預設位 哪怕把位置稍微的往後往右挪一點點都好 真的勝率會差很多 當然非預設位也要考慮到危險性 你可以聽聽接下來的奇莫考 好啦 視野差 架槍角度 不要佔預設位 全都知道了 最終模擬奇莫考 就以視野差優勢的情況來說 當我在天墨之俠防守方A-Man 架住進攻方的轉角處 1.架槍角度 因為地形關係不能夠太邪 就盡量找一下 2.預設位 完蛋 剛好是預設位 所以還是得往左邊挪一點 這樣一來偏直角 所以準心還是得離障礙物遠一些 3.1v1的時候 敵人不可能貼著前面牆壁出來 這樣敵人的視野劣勢會更大 通常他們會屁股貼著後面牆壁拉出來 去減少視野差劣勢嘛 所以調整完後 準心頭線大概會擺在這邊 換張地圖 雙塔迷城 B點內架住B-Man 1.架槍角度 找個能架斜一點的位置 往右邊走 剛好可以 準心可以離障礙物近一些 2.預設位 太棒了 這不是預設位 但非預設位相對危險 所以還是得看特務做衡量 3.1v1的時候 敵人屁股會貼著後面牆壁拉出來 所以調整完後 準心頭線大概會擺在這邊 假設他真的快快的貼著前面牆壁拉出來 放心 你還是能反應的到 通常這樣做會是兩個人做拉槍線的動作 那真的難解 沒辦法 我就單純舉兩個例子 建議各位 架槍就是以視野差優勢為主 劣勢就換個地方 畢竟你都是先架槍的那個人 防守方馬 基本上有很大的選擇權 找完視野差優勢 接著思考架槍角度 預設位 當然這都是敵人沒有丟任何技能的情況下 你也要想想打掉一次後如何逃跑 還是說你真的要打到底了 啊 我有想到一點 我自己爬噴在神化浮沉場很常遇到 這個情況會取決於 敵人知道你待在牆壁後 你也知道敵人在牆壁後 敵人會故意採取閃身 旋轉跳騙你準心 這時候你的準心就會不自覺的往牆壁靠 甚至就直接開槍射閃身的位置 其實這樣就等於上勾了 接著敵人只要拉個大聲位 就可以讓你的架槍準心慌掉 因為在比較高排位的場次 什麼四角叉 架槍角度 一定都大概知道 所以進階一點的就會想辦法騙你 這種的不用慌 我會故意射一下閃身的地方 再馬上把準心放回大聲位的位置 或者完全不理他 放好大聲位的位置就好 期末考結束 我放大概一分鐘的實戰片段 關於架槍的 大家可以看看 再次回合 他已經玩就好了 他要放錯了 你失敗了 以上 架強基本觀念 聽懂了 記得套在實戰上面 這方面不容易 包含怪哥自己也時常忘記 你說我每到一個地方 我就知道我準心該怎麼擺最優勢 那是真的需要大量時間練習 就慢慢來相信自己 下部我們就換個角度 進攻方如何避免劣勢角度 探點怎麼樣做到最好等等 那架槍這類講解在CS版本就蠻多人說過 還有那種畫圖詳細講解的 真的都很厲害 但當初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才懂 所以想說把它簡單化 就是要讓各位更好聽懂 其實準心離牆壁多少距離 這種東西就是一個感覺 你只要了解剛說的觀念 慢慢的帶入實戰 你自動就會遭到所謂的距離 當然很多剛加入FPS的新人 你突然跟他們講那麼多 什麼四角叉 架槍角度 你不能佔預設位 他們真的會很模糊 所以很常就直接說 反正不要讓準心太貼牆壁就好 槍戰之所以好玩 就是實戰中真的很多意外情況 遊戲在特戰壁號這款遊戲 往往不只是架槍這麼容易 第一拍出來的靠機率都是閃光 動物有的沒的 只是基本功你要把握住 等他沒有道具的時候 你就是由四方 不可能五時無刻都有技能對吧 觀念講解就差不多到這邊 以上 感謝你看到最後 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在留言 我是瓜仔子 別忘記錄我們 下次見喔 掰掰